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武艺帐篷 今天录制视频的主题是电脚症 主要作用的是疏通气血 调理一下健康,然后补肾 好,我们来做一下步骤 首先我们找一块平地 然后羊脚病,自然站立 身体保证中症 然后头百味虚定 然后两手放松在身体两边自然下垂 首先我们先把脚都垫起来 这个同时是吸气 然后慢慢地垫起,吸气 垫起来的时候 重心由脚跟一向脚掌 然后手脚趾,食指抓地,用力 好,然后吸气吸满了以后 可以停顿一下 第三步是身体 从自由落体下落 然后不要用力 轻轻地有一种缓和的力量 垫脚跟 好,再看一遍 吸气慢慢起 高顶憋着 然后慢慢下落 绑合的下落 当我们绑合下落的时候 这个绑合的力 从我们的脚跟 然后自动我们的腿 反光经一直传到我们的上身 甚至到我们的头部 然后当我们垫着几次 全身会很舒畅 气血循环会非常好 我们先给他看一下后面的 吸气,起,保持一下 然后垫 然后吸气,起,保持一下 轻轻地垫下来 好,不但有一个震动的 全身都会有一个缓和的震动 而且这个能量 热量从脚跟 然后传到身上 全身走一遍 会给你进行舒动 我们每天可以坚持做 49次 吸电 做49次以后 如果我们长期坐在电脑面前 或者玩手机 久多的人 可以每隔一个小时 做个几次的定脚跟运动 好,今天就录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allah 我